要如何做出星号输出那个三角形 1 2 3 那你会想说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4维圈 4i等于1到13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你想说 可是我们假设第一次我就输出一颗星 第二次输出两颗星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那个什么 这个星号 可以呢 就是你输出几次它就是跑几次 其实这边顺便讲一下这个 如果说你今天要输出几颗星的话 那在python里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用法 就是说一般如果你要做加减乘的话 乘这个符号就星号 如果说你今天一个文字 后面加一个乘号的话 那表示说呢 它要重复几次的意思 有点像是那个excel里面的REPT函数 如果今天repeat了2 输出2的话你会发现哦 刚刚是两颗星对不对 可是如果我今天把它写成这样的话 其实也是两颗星 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各位有没有发现这边两颗星 那如果你要三颗星的话 当然就是怎么样 当然就在这个啊 这后面怎么样 贴上之后改成3就好了 有没有执行 这边就123 有没有 那以此类推啊 底下如果四颗星 那不就是什么 把这边乘以多少 乘以4 乘以5 乘以一直乘到13为止 那1的话其实就乘以1啦 OK 所以你会发现哦 它这个地方呢 就是不断的加1嘛 OK 这个有点像我们现在实名字一样嘛 如果两个人 你后面在实名字 扫QR Code之后 后面自己打一个加2 好像现在很多 很多人 不然的话你每个都要扫明 很浪费时间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输出1到13颗星 那其实我可以怎么写 首先的话 我就不用写13个printer 我只要一个printer OK 第二个的话呢 在上面打一个什么 for i in range 因为我必须产生1到13的那个数字清单 那还记得吧 我们前面讲过 range 那我要产生第一次是1 第二次一直到哪边停下来 到13哦 所以呢 我后面这边记得 输入14哦 OK 14是stop停下来 也就是说呢 14到14就不输出了 所以意思是说它输出到第13 所以1到13 然后后面加一个冒号 再来的话呢 记得哦 如果你要在里面做的话 请你把后面下一行的printer 请你按一个tape键 OK 让它怎么样 换到下一阶的意思 那再来的话你就怎么 把这边的1改成什么 你应该可以插出来 改成i就可以了 意思是说哦 当你产生1的时候 那你帮我输出一颗星 OK 它就一颗星了 那再来的话呢 换下一个 下一个i next i的话 那就是两颗星 就2嘛 再来就3 意思类推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输出 像那个云端上面所示的这个 那就是什么 for i 这个前面都写过啦 只是说 各位第一个要熟练 第二个 不要打错 OK 其实也蛮好记得 这个还蛮重要 规则可能一定要记一下 然后下一个就是一个tape 然后执行一下 各位可以发现了 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就输出什么 1到13颗星 的一个三角形 OK 这第一个 所以呢我们完成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个的话呢 反向 想说反过来怎么办 反过来的话呢 那顾名思义 也就是说呢 开头的这个数字就不是1了 刚好颠倒 13 在哪边停下来呢 特别注意哦 因为我要让它13 12 11 然后一直到多少 到1 1要输出 到0的时候呢 就不输出 所以哦 记得哦 13 另外还要记得一件事 因为呢 如果你今天这个回圈 假如是数字越来越多的话 就是1 123是这样的话 那后面step呢 你可以不用加 因为预设值1啦 那如果你是相反 记得哦 你这边一定要加一个-1 这个-1呢就是step 也就是说你的下一个数字 跟前一个数字之间相差多少 那就是相差 这个哦 就是要把它-1 所以 这个意思是说 我今天第一次产生是13 然后-1之后就12 再来就一直到哪里 停下来到0 所以其实就产生到1 下一个0就停stop 就不执行 OK哦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如果你要颠倒的话 那就是这样 执行 那各位可以看到 先输出13 再输出1 就完成 反向的部分 OK 所以哦 特别注意 其实这边的重点 其实还是这个for回圈 等于是说 for回圈后面 需要加一个range 那这个range的话 就是帮你产生清单 OK哦 那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哦 OK哦 好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呢 也希望呢 还要再把它改成这个 如果刚刚是前面没有这个空白 可是如果今天希望哦 我再把它颠倒 颠倒回来就是 这个是1吧 那这边是14 那如果是正向的话 那这边预设是1 不过这个1 其实是可以不用的 那就恢复了 1到13 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哦 在这一个信号的前面 再增加空白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本来我们是靠左 有点像靠左对齐 现在把它改成靠右对齐 那只是说你想说老师那我要怎么让它靠右对齐呢 这个地方就需要什么 在这边加空白 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哦 希望在这个前面呢 刚刚好让它怎么样 排在最右边的话 那4B 那4B 因为总total嘛 总total嘛 总total是几个字元的 13个 那所以呢 我第一列 必须要有一个什么呢 一个这个信号 所以呢 前面要几个空白呢 也就是13-1嘛 那就12个 意思说这边要12个空白 所以呢 我要怎么样刚好 可以 那再来底下就是 11个空白 再来就是 10个空白 一直到最下面就0 有没有 12 11 10 一直到 所以哦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也可以跑个forward for i 等于12 到0的下一个 0的下一个-1 ok 然后呢 我们一样用step是-1的 诶 但问题我要怎么刚好把那个空白的部分 塞到什么呢 塞到信号的前面 然后让它可以顺利的完成 这样的输出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吧 试着写一下正向跟反向的那个 就是信号输出好了 ok 那把画面呢还给各位一下 好 好 感谢观看